來 第三件寶物 這件是誰呢 是人物 這個寶物也是我哥哥 他收藏的一個叫焦紫桃 焦紫桃 對我來講 概念沒有那麼的深 因為那時候我還小 所以我哥哥他都實在 他在就是我們中山北路天母那邊 就是很多 我們那時候很多國外的人 美國人 是... 外交很多 很多 那時候就是 我哥哥他當時有在那邊 做一些小生意 那我剛剛有講 他很喜歡收藏一些小的東西 也不是特別名貴的東西 所以他當時在天母那個地方 買了這一個焦紫桃 當時是大約以十幾萬的價格 來買的 對... 所以哥哥是真的又很... 對這個藝術品收藏很有愛 我們中國的古董文化 不是特別貴的東西 他很喜歡懷舊念舊 他包括那種 廟裡面那個獅子 對 他都想帶回家是不是 真的買回家 那個一堆好幾百年那個獅子 都買回家 我嫂嫂說 你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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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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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嗎 天啊 真的 你還有一個焦紙桃 十幾萬 而且在這麼多年前 四十幾年前 真嚇人 那個十幾萬可以買多少東西 房子都可以買下來 對不對 可以... 所以這個焦紙桃 是哥哥的算是珍貴的收藏 放在他身上就已經超過四十年了 所謂焦紙桃 在我們中國歷史 如果是在這個 這個廣東廣西的這個焦紙桃 專門就做的 我們一般來講說是公仔桃 公仔桃 公仔桃 大概都是宗教結義的故事 或是歷史上的知名人物 對... 這一些 當然也有一些菩薩啦 佛啦 是... 這是一個 韋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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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前蘭旁邊的韋陀嗎 對 前蘭旁邊的韋陀 韋陀在佛教裡面 對 它是一個神奇 韋陀就是 專門這護法 對 就是這個... 這個寺廟裡面 就是它就是 專門就是侍衛啦 侍衛 那你看 它現在這個手是這樣的 對不對 其實它這裡有一把劍 一把劍 這個劍應該叫做 它其實不是劍啦 它是一個儲 看起來像劍 有的是這樣 有的是這樣 它是這樣子的 像這樣 它有一隻降魔褲 這樣壓著 降魔褲 所以這是一個是委託 那一般人有的是 在家裡面供奉委託 是 就是贈宅 贈宅 所以我們有看到 那前面有名字 在看了好有歷史 你看那個牌 非常久了 這個大概應該有 兩百年以上的歷史 兩百年了 兩百年以上的歷史 非常久 這是標準的交紙桃 需要來評估一下 這個交紙桃 我們也評估一下 好不好 來 十五年前 邢大哥請見價 十五萬 二十五萬 二十五萬 本來十五 四十年過去 還有二十五萬 沒有 沒關係 隨著歷史久遠 感覺更貴 越來 因為是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 那是 對不對 但是說實在 這個 是 你有錢買不到 買不到 因為可能廟裡的文物 誰會拿出來賣 對不對 對 這個是一個非常 應該講非常稀有的 太好 值得收藏的一個東西 可以 所以讓哥哥繼續把它放好 再交給我的侄子他們 對 當船家寶 而且就像秦老闆講的 這是中華文物耶 對不對 這可遇不可求的喔